第九题的题目,这里问的叫做,不要考虑大气劳动,就只考虑望远镜本身的结构,那这里用的望远镜记得写光学,代表用的是可见光,然后他问了一件事情叫做,今天我的望远镜它的主镜头也就这里的物镜的口径值的大小,物镜的口径值大小到底呢,跟聚光力的关系为好,跟解析力的关系, 他只是在做这个配顿,所以等于这个题目在问的是望远镜的两个功能,第一个叫聚光力,第二个叫做解析力,来,我左边有写一些文字来看一下,我把它给放大,来,左边这里的文字我把它放大的话呢,看一下咯,第一个聚光能力,跟物镜的口径值,也就是物镜的直径的平方倍,乘正比,确计,因为它是 它的镜头镜片是一个圆,所以是它的口径值的平方倍,物镜口径值的平方倍,所以意思也就是说,口径值越大,聚光能力就越大,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,通常不行的是解析力,或解析角是件事,所以下面我写了,解析力大,基本上呢,你的解析角要小,就是书本也写了一个定义, 你两个点,要跟我们变,要看出来的那个最小的夹角,所以呢,你的解析力要好,解析力要好,也就是解析度比较棒,你要解析角越小越好哦,那解析角跟谁有关,拿来这里,布镜的口径值,跟观测波段的波长有关系, 所以我的左半边解析角要小,我的口径当然呢,这个方便要大,而我的波长呢,当然越小越好,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呢,我们可见光呢,在地表的可见光,波长、空长OK,所以我们就把口径用的越大越好,可是,如果用的是无线电波望远镜,这个波长就超大,我只好把我的口径超级大,甚至呢,把它排成特殊的阵列的一个排阶方式, 都是因为这里的解析角所造就的,那么不论如何,就可见光而言,口径越大,解析角越小,解析角越小,解析力越大,越棒越加,回到题目的表格咯,来,题目的表格,这里呢,它给你的是什么咧,哦,想了,想了,来,它给你的呢,叫做呢, 口径值越小,聚光力就越小,解析度解析力越差,哦,就这样咯,因为它想了,不讲了